各位大兄姊妹,大家好,看到我嗎? 感謝主,各位早晨,感謝主再次能夠和大家分享神的善華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主題就叫做跨越界線的動力 在我們人生的內容,在我們的內容當中 我們會有很多的界線,很多的挑戰,難阻,甚至是危機 是需要等著我們去不斷地跨越的 一個賽跑的運動員,在他的起跑點當槍聲一響的時候 他就會盡他的全力奔向標桿人 這樣就可以想要跨越終點的界線 到底在背後有什麼動力再推動他呢? 當然廣告會告訴大家,是美鹿,又或者是100號,Hanel Plus 當然不同的人都可能會有不同的原因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踩單車上這個斜坡 上山坡的時候,很辛苦,很吃力 你看到這個山坡,只是看到上面的地平線 那你就會跟你自己說 當我一跨過這條街線的時候,就是落坡的時候 就會很輕盛很多,就會很捨義 那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一個媽媽突然變得非常勇敢 她會睡不顧身的,衝入這個火牆裡面 去拯救自己的兒女呢? 無論這些背後的動力是什麼 基本上都是分成三個大種類 背後的動力可能是信心的動力 或是盼望的動力 或是愛心的動力 在《歌林桌前書》第十三章那裡講到 《現在尚全的又信民愛,這三藥》 其中最大的就是愛 就是我們聖經很清楚地告訴我們 當我們要去通過我們的生命的逆境 或者我們要回出生命的極限 是有三個最大的動力 就是信、望與愛 然而其中最大的就是愛 當保羅寫信給貼薩羅尼加教會的時候 他就跟我們說 我們相信為你們眾人感謝神 討過的時候,事實提到你們 他說在我們父神的面前 不住的紀念你們信心的工作 他就說,愛心的老虎 和因盼望我們主耶穌基督而有的堅忍 保羅他就稱讚這些貼薩羅尼加教會 他就說我在神的面前事相為祈禱 在祈禱中來祈禱你們 然後他稱讚他們的什麼呢? 他就說我祈禱你們在信心的工作 愛心的老虎和你們堅忍的盼望 他就說你們所做的一切都是憑信心而做的 你們的老虎是因著你們的愛心不斷的付出 你們的盼望是因為你們有一個堅忍的心 我記得兩年前我帶我的兒子 他看了一部電影 非常感動人的一部電影 過後他跟我說這部電影是他所看過的電影當中 最有意義的其中一部 就講到關於上帝的愛 講到父母的親情和朋友的友情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這部電影 就叫做奇蹟的頭 這部電影其實是按照一個真人的真實的故事來拍攝的 這個故事大概發生在2015年 六七年前在美國 一個十四歲的小男孩 年青人 有一天就在這個結冰的湖面上去享樂玩的時候 誰不知這個結冰的湖就破裂了 那他就掉落水的湖底 就在湖底浸了超過15分鐘 你想想在這個冰凍的湖底下超過15分鐘 所以當拯救人員把他罵出來的時候 他已經停止呼吸了 沒有了心跳 當他的媽媽接到電話 到他趕到醫院的時候 看到他自己的心愛的兒子 躺在冰冷的床上 在鐵牆上 所以這個媽媽不是親生的 是另樣的 但當自己是親生的兒子一樣 在這個悲痛當中 這個媽媽是一個信主很權誠的基督徒 他在呼求上帝 說上帝 求你救我的兒子 聖靈的幫助 很奇妙的 當他在呼求的時候 突然之間 他的心跳突然恢復了 那個儀器就演示他的心跳回來了 說到醫護人員快點急救 雖然他的心跳恢復了 但是他都處在這個昏迷的當中 這個醫院就立即將他送到另一個城市的醫院 有更先進的儀器 有一個更加專業的醫生 有經驗的醫生來幫助他 但是根據這個老醫生所說 因為這個小孩子已經是長時間的缺釀 所以他的腦和器官都已經受到很嚴重的損壞了 所以他說應該是過不了今晚夜的 是不會再有神跡的發生 即使他能夠排過今晚夜 他都會變成一個食物人 但是他的媽媽沒有放棄 就不斷地祈禱 教會的弟兄姊妹都不斷地為他祈禱 很奇妙的 他那晚夜就沒有死 就繼續活下去 但是一直在這個昏迷不醒的當中 但是他父母都沒有放棄 不斷地為他祈禱 直至有一晚夜 這個媽媽上到這個醫院的牢台 向這個雪花飄飄的天空 他在自我破碎 他將你的生命的主權完全交給上帝 他說神啊,生命是在你的手中 這個兒子的生命是你掌管的 你的旨意是最美好的 如果你要醫治他 或是你要接他回家 都會一切在你的手中 但是就因為這個媽媽 他在神的面前碰著信、望、愛 一個完全的漢服 很奇妙的 沒多久之後 這個男孩就突然醒過來 而且是完全的漢服 完全的恢復了正常 他們就將這個真實的故事 拍攝成為電影 就見證了這個奇蹟的特殊 當他們去採訪、訪問那些目擊證人的時候 那些拯救人員、醫院的救護人員、醫生、護士 和教會的朋友 他們就描述當時的證明 這個醫生也不能夠解釋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所以做醫生的總結 他只是說一個簡單的說話 他說 就是這個兒子死了 媽媽祈禱 然後兒子又復活了 就是一個這樣的結論 讓你們看看 他的預告片 這個片段 禮拜祭 大罷人 麻濟 魔王 她小丁 肚母 就好,你好看 只要有人在一起 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的 地方 很紧的地方 每个人都在一样 我认为我们的家人 我认为我们的女孩 今天我们有一个小专门 我个人都在一起 我跟我们一起来 好一样 我说的 这男人是个小专家 这小专家 我们在一起 你妈妈妈 跟她说家人 我去拿来 你一个小专家 我爱你 是 我们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 mrx 呲 Zindy Dor He's been underwater for more than 15 minutes It's gonna be a recovery I'm gonna rescue him I got something We got him We've done everything medically possible There's nothing more we could do No No Please god Send your holy spirit To save my son You call me A 14-year-old St. Charles boy who spent 15 minutes trapped underwater is continuing to fight for his life I don't believe John will survive the night You don't know my son He is a fighter So I need you to be the best for John And you just let God do the rest You are my pride and joy I can't wait to see you shoot those baskets and run up and down the court again Smith family asked for one thing Please pray for John In the water that day I was ready to give up But then I hear this voice telling me Go back Either I'm nuts Or God's talking to you But I don't believe in God I believe But maybe that only goes so far with something like this I'm your pastor I'm supposed to walk alongside you for as long as it takes Did you see the Facebook page? It's gone viral Commy I hope he's gonna be okay We're not gonna get through this alone Whatever you have for me For Brian For John I surrender I'm going to go with you I'm going to go with you 有人憑着信心和盼望来到他的面前,而主耶稣从来都不会让他们失望 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说,信就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 是患没有看见的时的明正,信心就是所望之时的实底,是未见之时的确 这里希伯来书给我们一个信心的定义,信心是什么意思呢? 信心就是你对你所盼望的事,一个实体,一个确据,一个把握 盼望的事就是未见之时,就是未发生的 因为如果你发生了,就不是叫做盼望 但当你对你所盼望的事有十不的把握,这个就是信心 意思是说什么呢?如果我们没有盼望的话,我们也不会有信心 盼望和信心是相互相成的 到底我们先有信心,才会有盼望呢? 又或计我们先有盼望,才会有信心呢? 但是两个是彼此的,相互相成的 我们时常会听到,比较经常会听到 关于信心的信息和爱心的信息 今天我的信息的重点,就比较放在盼望上 有一个人叫做阿尔伯特斯韦苏尔人 Albus Schwartz,他是一个神学家 也是一个风琴师、音乐家 也是一个作家、印度主义者 是一个哲学家,也是一个医生 他就说了一句话,人的悲剧不时他死了 以至在他患活着的时候,内心里已经死去 他说人生最大的悲剧 不是他的死亡,他的死亡也不是最大的悲剧 而是当他患活着的时候,他的内心已经死去 我们华人一句话叫做,哀莫大衣心死 就是说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他的心已经死了 他已经放弃了一切的盼望 也有一句话叫做,猪死不怕烫 猪死不怕烫 因为猪已经死了,你用滚水怎样落去呢? 他也不怕,因为他已经失去了一切的感觉 在诗篇的第四十三篇第五节那里 这个诗人又对自己说 我的心难,你为什么沮丧呢? 为什么在我里面不安呢?应当等候神 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面前的救助,我的神 诗人说,我为什么沮丧呢? 我为什么我的心,为什么不安呢? 我下本就说,你为什么忧门呢? 为什么在我里面犯怒呢? 一个人在什么时候,会觉得非常地坠丧 非常地不安,非常地焦虑 犯怒,幽门呢? 就是当他看不到盼望的时候 当他面对绝望的时候 当这个诗人在面对最绝望的时候 去跟他自己的心说话 他说,我的心,你为什么要聚丧呢? 你为什么要不安呢? 你应当等候神啊 等候神在和派本里就说到是仰望神 英文就是, put your hope in God 就将你所有的盼望,你的希望放在神的身上 以前一个华语的诗歌 就是唱一首诗,大家都可以熟悉的 我的心啊,你为何有门? 为何在我,在我里面犯怒? 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祂 祂是我脸上的光荣 是我的神 是我的神 Amen 就是不断地用你的心等候神 让望神 将你的盼望放在神的身上 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的见证 这个牧师曾经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 他的生活非常地聊到,非常地不责任 甚至乎他的太太也决定离开了 当他太太离开了的时候 当他在面对最痛苦最绝望的时候 他信主的妈妈就跟他说 他说 儿子呀 你现在静下的 你唯一所有的就是耶稣 你除了耶稣是已经一无所有的 这句说话就泄述了一线的希望 他说,现在我除了耶稣之后 我已经变得一无所有的 他就紧紧地捉住耶稣 重生地委身耶稣 重整他的生命 重整他的家庭 今天他就成为一个被神大使用的一个宝人 在诗篇62篇的大语节 这是大卫所写的诗 大卫可以再被人追杀 被臭敌追杀 他远离家乡 他一无所有 他困苦流离的时候 他说这句说话 他说,我唯独等头神 我的心才有安息 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的 大卫说,当他失去盼望的时候 他就失去了内心的平安和安息 原来我们看到安息平安 和这个盼望是息息相关的 他说,当我失去盼望的时候 我就没有了安息 所以他说,唯独等候神 只要等候神 仰望神 只要我的心转向神 我才能够从神去领受盼望和安息 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今天我们的心 失去了平安安息的时候 我们要来学习 等候神 我们要学习来盼望神 我们要学习从祂的身上 去领受盼望和安息 也有一个经文在诗篇四十六篇 就是十节里说 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祂是神 当你这个休息 不是一个很被动的 很负面的 很无奈的 一个举动来的 其实安息休息 只不过是我们放下我们一切的劳苦 我们一切的活动 但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是很积极的 很正面的 就是很不断的 等候仰望 尋找神 是一个在我们的内心中 是一个 积极的一个动态 Amen 然后我们再看看 针研诗第十三章第十二节 刚才那句经文 诗篇是大卫所写的 这句就是祂的儿子 所罗门所写的 他说我们所盼望的 慈然微得 令人生忧 所缘的来到 就好比生命是 他说当你的盼望还未得到的时候 好像很迟 很得着的时候 你就开始要去深憂了 我的羽郎君 何时才出现呢 我蒙中的白妈行刺 为何还未来到呢 我已经结婚这么多年了 为何还未能够生二录女呢 其他人都已经生了成大兜了 我的生意 为何还未能够翻转呢 我的合同 为何辞职都未签呢 当你的盼望刺微得的时候 你便开始生忧了 你的信心便开始动摇了 你心里边的不安的感觉 便越来越强烈了 但是当你所缘的 你所盼望的来到 就好像生命树 原来我们的盼望 就好像生命树一样 是有生命的 一棵生命树是需要时间去成养的 需要去培育它 如果我们要种树 首先要扎根 我们的盼望就好像一棵生命树 它必须要扎根 扎根在一个良好的环境里面 就是在教会属神的一个群体里面 它亦需要阳光的 阳光就是神的说话的光照 它需要水分 就是圣灵活水的传愿 亦都会活在一个爱的昏违里面 就是在你的空气里面 我们的盼望 才能够漸漸的成长 结出果子的理人 另一个经济就是在耶利美书 29章11节目 这里讲到 因为我自己知道我为你们所定的计划 是使你们得平安 而不是遭受灾祸的计划 要致及你们美好的签证和盼望 先知耶利美是活在国家动荡不安 面对极大的苦难的时候 但当我们看到整个环境 都是在这个灾难当中的时候 神却透过先知耶利美 给你们一个盼望 给你们一个安慰 上帝告诉你们 因为我自己知道 可能你们不知道 但是我自己知道 我为你们所定的计划 是要使你们得着平安 而不是要遭受灾祸 我给你们的计划 是指给你们美好的浅证和盼望 弟兄姊妹 你发觉到在刚才的四字经文里面 都要提到平安和盼望 然后原来 当我们没有盼望的时候 你就会焦虑 不安 但是当我们有盼望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得着安息 和平安 当我们面对 疫情的冲击的时候 我们面对我们健康上的威胁 经济上的不稳定 我们的工作 可能在你的生意 你梦受了亏损 可能在这个期间 你的家庭 都会有很多的磨擦 很多的冲击 但当我们在 面对种种的挑战当中 神话 告诉我们 祂为我们所定的计划 不是要我们受灾祸 不是要我们受苦 而是在我们 最终是要得到平安 因为给我们的计划 是要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前程 一个前途 和盼望 所以我们在这个困难当中的时候 我们千万不要放弃我们的盼望 因为当我们失去盼望的时候 我们就失去一切 我们要学习 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相信祂的计划 我们要相信祂的计划 就是为我们 预备的 是想前面一个美好的前程 和盼望 虽然我们还未见得到 虽然我们看到是种种的困难 但是我们 用信心 来去期待 神的计划 神的计划 就是我们前面 美好的前程 和盼望 是会实现在我们的当中的 阿们 我们知道 即使是一些属灵的为人 好像为耶稣基督 开路先锋 施洗约翰 他都要面对失望的时候 有个马太福音11章第2节 到大陆节那里 我们看到 约翰就是这个施洗约翰 在监狱里面 他听见基督所作的 他不是没有听见 他不是不知道耶稣在做什么 甚至在监狱里面 他都听见基督所作的 他就派到门道去问耶稣 去质问耶稣 他说你就是那位 要来得吗 还是我们要等别人 你就是那位要来得吗 说白了就好似直接的简单一句 就是说 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们 你知道 你是不是 到底是不是 我们所期待的基督 那位的美赛亚 有些人以为 这个时候 施洗约翰 对耶稣基督已经属于信心 其实不是 因为施洗约翰 他早都知道 他很确实的知道 耶稣基督就是 耶稣基督就是美赛亚 因为他亲眼见到圣灵降临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他就向众人宣告 看啊这时神的高弱 是来到拯救世人的那一位 而且在这个时候 他听到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 但是当他听见耶稣所做的 他反而失去了他的耐性 失去了他的内心 他说 如果你真的是基督 如果你真的是美赛亚 为什么你不立即审判 这个败坏的世界呢 为什么你不将天国带下来呢 最起码你都将我救出来嘛 不要让我继续在监狱里面受苦嘛 原来当时 施洗约翰就好像 舊了的每一位的先知一样 他们虽然知道 基督 美赛亚会降临 但是他们不知道 其实基督是要来两次的 他们以为耶稣基督是来来一起 就是要审判这个罪恶的世界 就是要将天国带到地上来的 当然这个 在旧约的时候是一个不可涉流的天机来的 只要耶稣基督知道他要来两次 甚至魔鬼也不知道 如果魔鬼知道 他就不会将耶稣基督 钉在十字架上 让神的救恩胜走 所以当你发觉到耶稣基督 没有按照他的盼望去做的时候 他就失去了耐性 他就说你是不是 我们要等那一位呢 还是我们要等别人呢 这句话是一个 气话来的 是一个 激扬法来的 你说耶稣基督你不做 你应该做的事 那我们不如等其他人 就好像一个女孩 是跟他男朋友说的 如果你不在我 是不是要我等其他人在我呢 如果你不在我就算了 我等其他人在我 就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耶稣基督 因为这个施洗约翰的质疑 他就发怒他就撞腹 他反而 更多的向约翰 去启示他自己 一个认识神的人 都难免会有冤阳的时候 施洗约翰在冤阳的时候 耶稣基督知道 对于一个冤阳的基督徒 他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最需要的就是上帝 神的说话 和神的启示 所以耶稣这个时候 将他的启示 透过约翰的福日 来传递给他 耶稣就回答他们 你们回去 把所听见所看见的都告诉约翰 就是 黑眼的可以看见 锤的可以走路 犯马蜂的不道 绝正 龙的可以听见 死人复活 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听 耶稣所说的这些 大宴节的说话 就是 先知以赛亚所预言 美赛亚基督要做的 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你 你可以告诉你 我所做的一切 就是基督 美赛亚所做的 所以耶稣基督 向约翰 更多的来到 启示自己 然后在大陆诀说 那不 被我伴到的 就有福了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如果今天我们 不要像 施洗约翰一样 当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 不是符合我们对他的期望 我们觉得 耶稣说你应该这样做的 但当耶稣所做的 不是符合我们的期望的时候 我们就软弱了 我们就开始埋怨 耶稣说 那你就会恩着他 被伴到 但如果你没有被伴到 你就会有福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要为耶稣 为我们所做的 来感恩 亦要为着他没有为我们所做的事 来感恩 有时耶稣基督没有听我们的祈祷 不是因为他不爱我们 而是他知道 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 他所作的 或者是他所不作的 都有他美好的旨意 有他完全的主权 就不是按照我们的旨意 乃是按照他的旨意 当我们有这样的信靠的时候 我们就是有福的人 当施洗约翰的门徒 走了之后 耶稣就对群众 说起约翰来 是说你们对抗野去 要看什么呢 被风吹动的芦围吗 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呢 新村话里 衣裳的人吗 那些村话里衣裳的人 是在皇宫里面的 不是在抗野的 那你们出去 要看什么呢 是先知吗 我送你 告诉你们是的 他美先知重要得到你 经常所记 看下我猜险我的使者在你面前 他必在你前面 预备你的道路 这句话 是指着 他说的 主耶稣基督就托父 施洗约翰的门徒 向他传话 将他自己的启示 更多的 告诉他 但是在他的背后 耶稣 就称赞他 为他作见证 耶稣为约翰作见证 他说 他是一位先知 甚至比先知重要得多 他是为天国天皇 最前面 预备道路那一位 他是预备世人的心 转让上帝 那一位 耶稣 耶稣没有因为 施洗约翰的怨弱 责备他定他的罪 他反而在背后为他作见证 他在背后称赞他 耶稣基督 不单止透过人 鼓励他的说话 在背后为他作见证 施洗约翰之前为耶稣作见证 他说看 这就是上帝的义址 取他世人罪的这位 现在是反过来 耶稣为他作见证 所以正如主耶稣说 当我们在人的面前为他作见证的时候 当我们在人的面前 承认他主 耶稣基督就会在天父的面前 在众天使的面前 在众人的面前 为我们作见证 这也是我们基督徒 作为耶稣基督徒的门徒 要学习的 就是在人的面前 说古类的说话 做咒的说话 在人的背后 就要说清淡的说话 而不是 就是这个 论断 或者是批评的说话 然后大11节耶稣来说 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 夫人所生的 没有一个比施洗约翰更大的 然而天国内最少的 被他幻大 夫人所生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就是一切在旧约里面的信道 他们是夫人所生的 他们是仁义 或者是属血气 或者是肉体所生的 所以在新约耶稣基督之前 所有的人都是夫人所生的 但是在旧约里面 所有的先知 都没有一个比施洗约翰更大的 因为施洗约翰他亲眼见了耶稣 他亲自服侍了主耶稣基督 所以他给旧约里面所有的先知更大 然而天国里面最小的最小的 都比他更大 天国里面是什么人呢 就是那些 得贫 血气 仁义 肉体所生的 而是耶稣基督在乡 福音第3章所说的 是借用水和圣灵生的 所以在天国里面 是平凡圣灵所生的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 因为他的圣灵是住在我们的里面 若汉是在外面 看见主 是在外面服侍主 但是今天我们属于天国的儿女 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 我们在他里面 所以耶稣基督在天国里面 最小的比若汉更大的 Amen 最后我们看了两次的经文 就在罗马书15章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罗马书是说信心 当然罗马书 他主要是说恩信称义 讲了很多信心 但是其实罗马书也有记载很多关于盼望的教导 在第15章第4节里面说 从前经常所记 是说圣经所记载的 都是为教训我们所舍利 好使我们借助忍耐和圣经中的安慰得着万万 刚刚我们看到盼望是从神移来的 但是透过什么给我们盼望 这段第4节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神是透过圣经 让我们得着安慰 和让我们得着盼望的 所以大兄姊妹 我们怎样去领受神的盼望呢 我们就要不断地去认识神的说话 当我们听到的时候 又或者我们每日读经的时候 我们要在圣经里面 神的说话里面 去领受安慰 去领受盼望 而我们借着忍耐去期待神的应许 实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阿们 所以神是透过圣经给我们安慰 叫我们得着盼望 然后第15章第13节 这里说什么 是说 愿那刺盼望的神 盼望是神所赐给我们的 亦都恩着你们的信 把一切起落平安 充满你们 使你们靠着 圣灵的大能 没有盼望 刚才大4节说 神是透过圣经的说话给我们盼望 这里说 神是透过圣灵 赐给我们的大能 没有盼望 上帝将圣灵赐给我们 好叫我们的信心 然后我们的信心 都是圣灵赐给我们的 然后我们有信心 靠着圣灵的大能 去满有盼望 以至我们得着一切 喜乐平安 同样这个经历 都给我们看到 当我们满有盼望的时候 我们就得着喜乐平安 当我们没有盼望的时候 我们就会失去 我们的喜乐平安 耶稣基督 通过施洗约翰的门徒 将他的说话 他的启示 传给约翰 好叫他得着盼望和鼓励 今天主耶稣基督 却是透过他的圣灵 将他的说话 和他的启示 传给我们 好叫我们 领受 这个启示 更加认识他 而得着更大的盼望 阿们 所以我们今天所领受到 主耶稣的说话 和启示 是远远的超过 施洗约翰 上帝不单止是透过人来传递 你的话语 他的启示 他也是透过圣灵亲自 向我们启示 所以当我们每日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要依靠圣灵 让神的说话 成为我们生命中的 Rai Ma 不只是白指和黑字 叫做Logos 圣经是字极 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当圣灵光注我们的时候 突然之间 那句神的尸王 成为我们生命的Rai Ma 我们觉得神亲自向我们说尸王的时候 我们要捉住这个盼望 我们要捉住这个安慰 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 当我们在这个世界 看不到盼望的时候 我们就要用神的说话里面 透过圣灵 我们就领受这个盼望 我们就会有平安起来 我们要知道 现在我们前面为我们预备的 是他更美好的字 更美好的指望 总结是什么呢 就是今天无论如何都不可放弃 你的盼望 无论今天你面对任何的挑战 和任何的困境 你都不可以放弃你的盼望 因为当你放弃你的盼望的时候 你就放弃了一切 你就会失去了你的平安 和你的喜乐 甚至放弃你的生命 第二 我们唯独要把我们的希望 我们的盼望放在神的身上 因为盼望唯独是从神而来的 阿们 那神是怎样将你的盼望伺给我们 就是透过圣经 神的话 和神的灵 所以我们要从圣经和圣灵 去领受神的启示 领受神的弹劳 感谢主 我们就来祈祷 好 天父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爱我们 祈祈祷 祈祷就是我们生命里面 你都看过我们 祈祷叫我们单单来等候你 让你 祈祷将我们的眼望 我们的焦点 没有看环境 没有看困难 但当我们抬头让望的时候 祈祷将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希望 摆在我们的身上 祈祷因为我们的盼望是从你而来的 祈求圣灵来光照我们 让我们从你的说话里面 来领受安慰 令到领受盼望 以至我们的信心不止动摇 以至我们可以靠着你的说话 能够得以暂立 祈祷暂留在我们的恩典之上 祈祷好用我们的生命 靠着你 每日的得善 因为你的恩典 每日足够我们的使用 只要你看到我们的弟兄姊妹 每一位 只要我们生命里面的苦境 只要我们内心里面的 幽门、罪丧 但是主要当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心宣告的时候 我们的心 为何要幽门、为何要犯怒 为何要罪丧、不安 让我们的心再次的转向成立 只要因为你就是我们的盼望 你就是我们的心中的灵魂 你就是我们的超越界线的灵魂 多谢你 求你帮助我们 奉靠主耶稣在我们的面前 阿们 感谢主 阿们 阿们 阿们